白森楼的建立是在1980年 在50年代、60年代跟70年代 本来就是一个书店汇集的地方 反正我们现在白森楼这个位置 以书店为主 除了书、文记、画廊 甚至一些古董店 还有一些音乐、美术 都集中在这个大厂里面 新加坡新瑶的一个发源地也在这边 新瑶他是在1980年初在这边发源 他主要是当时的校园形成了一股风气 他们喜欢自己补起、自己演唱 英良以后他们很希望有一个地方 能够传播他们的情绪、他们的新生 就他们选中了白森楼 因为白森楼来讲是一个比较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 当人家想到白森楼 他们通常都会想到书 已经跟书有关系了 跟文化有关系了 好,有一种大大事 在这边 是我们第一个人 一种大事 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世界大事